- 订阅,分享,按铃铛 哈喽大家好我是Pinky 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就是我的七八九月爱用品 品项非常的多 包括彩妆品啊生活用品啊等等的 以及疗愈心灵的可爱小woman 通通介绍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的马上开始 不好意思冒昧的问一下 请问您有没有头臭的困扰呢 不管你再怎么努力的洗 在吹头发的时候还是会闻到 那微妙的油头味 或者是骑完autobi拿下安全帽的瞬间 都觉得自己好不清爽 OK你的solution就在这边了 My Hughes的清净洗发液 我告诉你真是好用的爆炸 这个是什么 披紧空瓶再来一罐好不好 已经好多好多粉红宝贝用了之后 都赞不绝口 每次发送试用包都立刻送完 用完之后一定都会再回购的产品 洗完头发之后你获得的是什么 干净清爽的头皮以及柔顺的秀发 当然它的清洁力在那边 你就一定要搭配他们家的护发乳 洗完之后才能够像我一样有天使的光环 yes 如果说想加强保养你的头皮 让它保持清爽的话呢 建议搭配使用这个头发喷喷的 特别推荐给如果说你是要骑自动 或者是会带帽子工作的人 稍微喷一下按摩一下 头发又蓬又顺头皮又香又健康 味道是那种高级的 SPA沙龙味 洗护系列或者是说保养头皮的系列 我都超推 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现正开团特价中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是Armadi的唇釉叠加迪奥唇的这个超美唇部combo 我觉得不管说是什么样肤色的人去使用 都是完全ok的 因为这个16号单擦在嘴巴上的妆效 就已经足够美丽的 低层上去呢它是会有点薄薄透透的 但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那种玫瑰豆沙色 搭配一点点的棕色吊在里面 适度的去遮盖你唇部的颜色 但是呢又能提气色又不会过度的饱和 非常适合你日常叠擦 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大气一点的话呢 厚涂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超级漂亮 它收干之后会有点微微的雾面光泽 基本上有点像是液态口红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厚重 上唇的质感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Armani在我这边 最值得赞许的就是它的调色 质地方面呢我个人觉得长时间戴妆 它会有一点点的干 还有一点蛮优秀的就是 跟它之前的系列比起来 这个并没有很强烈的香气在里面 我觉得完全ok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是对气味蛮敏感的 再来这款唇油呢它也是来头不小 因为它就是2023年OL评选出来 最喜欢的唇部产品 上嘴呢会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 但是不会到不舒服的程度 然后它的保湿力非常的持久 所以就有一点点互补了 刚刚我提到Armani唇油那个小缺点 单擦呢它是本身就有一点点透透的 粉红光泽在里面 所以它加上去这个唇油之后 会显得更有层次感 但是又变得温和有光泽 整个妆效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光是这两个颜色的叠加 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建成的涂法 或者是日常叠加就可以了 基本上用起来是完全的不出错 我非常非常喜欢 谁擦谁就是大美女的组合 跟各位分享 那这个Armani 16号 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如果说从来没试过他们家唇彩的人 一定要去试试看 尤其是健康肤色的美少女 You gotta try try 唇色偏重的人也可以试试看 真的超美 补充一下哦 它是会有染唇效果的 可是它染唇的颜色呢 就是唇油的颜色 所以就算你的唇彩掉了 看起来也是蛮自然的 不会too much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直住在我的彩妆包里面的好物 随便涂一涂就好漂亮 HINTS的气质提升水光唇釉 我使用的颜色是03号 本身就很像我们一般擦唇彩 然后叠加光泽唇釉的妆效二合一 它是会微微沉抹的类型 所以你涂抹之后 稍微把边缘匀开来 敏一敏就会很漂亮了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 我发现这一款 如果说你叠擦 或者是说长时间带妆 嘴巴干干起皮的话 嘴巴的边缘线 会有一点点玉水白足的现象 所以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呢 请务必保持你的嘴巴干燥 如果说你习惯擦护唇膏 去做妆前保养的话呢 也一定要卸干净 这样子它的持久力 以及妆效才会大大的加分 它的透明度以及色感 都非常非常漂亮 足够遮盖掉我原生黑嘴唇的那种 肤色不均匀的部分 然后再去提亮整体的气色 稍微沉抹之后呢 转印的颜色也不会遇到 太过明显 一整天戴妆下来 整体来说我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这款产品呢 跟刚刚的Armani唇釉一样 它也是会染色的 你只要搭配眼唇卸妆液 就能够卸除的蛮干净 蛮彻底的 而且它染唇的颜色也是漂亮的 所以在我这边呢 我是给过 然后一直爱用中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之前已经 曝不及待跟大家分享的 这款产品呢 基本上就是唇釉 然后变成口红的形态 所以非常的方便使用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它在我这边评价最高的 就是因为它的妆效保湿度 以及方便程度 因为毕竟是唇釉嘛 它是一体的 在控制上 还是没有口红那么的顺手 但是呢 它能够做到高体是可以 转上转下的那种 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有好有坏 好是好在呢 我刚刚提到的方便 不好是 如果你不小心转太多的话 它就会断掉 所以当初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有说明 如果说你住的地方比较热 或者是说在运送的过程中 担心品质受影响的话 要先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 再拿出来做使用 那基本上呢 我并没有放冰箱 从夏天用到现在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我会这么喜欢它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它的持久度 而且它不管是怎么补妆哦 妆效都还是非常的均匀漂亮 带有一点点的透明感 但是呢 它的颜色又足够 把我原生的黑嘴唇遮掉 提气色带有光泽感之余 沉膜之后呢 转印出来的是透明的那层唇 而不是唇色 所以长时间带妆 非常非常的漂亮 重复叠擦呢 也不会让你的妆看起来太浓 这点我觉得也很加分 整体来说呢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接下来 ok又是一整把好不好 因为有合作的关系 我有全部的颜色彩糖的唇洞 它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Hourglass 那种固体唇釉的平替了 甚至上唇的感受是更轻薄 更舒服更不黏的 本身不会染唇 然后持久力 也没有像我刚刚介绍的那几款 那么的好 但是它对我来说 就有点像是润唇膏的感觉一样 不过它的妆效比润唇膏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华丽 现在它好像有活动 是买两支唇釉就会送一支唇线笔 ok我个人用了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我觉得最没有难度的唇线笔设计了 适当的粗细 You know 就不用描太久 深嘴唇 黑嘴唇最需要的遮盖 就是唇周皮肤交界处那边有点暗沉的地方 以及我们唇线特别黑的那一圈 那这一支呢 就是能够中和掉唇部暗沉 但是同时之间又不会让嘴巴看起来太厚 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优秀 不管你搭配什么色系的唇彩都会很漂亮 我今天上唇使用的颜色是611 个人觉得非常的日常百搭 然后也是不管什么样肤色的人擦起来都完全ok 白皙肤色的人擦呢会有点日系感 我觉得健康肤色的人擦也是蛮有气质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个系列的唇彩呢 我必须说有一个色号 特别的不推荐就是212 这个212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樱桃红 但是呢其实它的颜色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在唇纹里面 比较不容易涂均匀 相较之下其他的颜色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色我不喜欢其他就都ok这样 卸妆呢也非常好卸除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彩糖家的产品 I'm sorry这个真的不是业配 但我真的好喜欢他们家的腮红膏 因为呢它是一个二合一的组合 一边是颜色比较饱和的腮红霜 另外一边呢就是水光洞 可是呢我推荐的这两个色号 它的彩虹洞本身的色调就比较重一些些 所以你就算是单擦也很漂亮 尤其是健康肤色的人 Oh my gosh 皆さ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那我们就先从我最喜欢的这个90s开始聊 它是有一点点带有杏桃以及水蜜桃哈蜜瓜感的一个颜色 光擦这个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日系百搭 那如果说你再搭配这个颜色有点亮的水光洞的话呢 它就是能够更提出那种血色感 元气感 并且它的水光洞的光泽感非常非常的持久 我自己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日常装嘛 只会单擦这个水光洞就足够了 它的显色度以及它的质感都恰到好处 而且是看不出粉感的 这点呢我给予高度的评价 那除了90s之外呢80s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你单看它会觉得它的颜色搭配有一点点的涂物 这个玫瑰紫搭配这个有一点点茶棕色在里面 会觉得太冲突太壮了 可是呢如果说你去回想80年代的彩妆 确实都是蛮有戏剧张力的嘛 就那种很视觉系很亮眼很disco的感觉 那如何把它运用在日常的妆容里面呢 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一款水光洞 你可以直接单擦它就好了 它非常的提气色用起来也很可爱 那这边呢你可以把它用在颧骨的周围 把它当做一个收缩色 或者是一个跟修容过度的地方 会让脸看起来更紧致 那一般像这种水光系的腮红啊 或者是水光洞 水光棒等等的 我自己也用了蛮多款的 那我个人觉得大家都是大同小异 只是如果说你追求CP值啊 或者是说你对于这方面更敏感的话 就会感觉到其中的不同 它们家的水光洞真的是亮到恰到好处 并且呢它的妆效是持久的 随便露一露都好漂亮 并且以水光洞来说呢 它的带妆时间真的是能够让你越夜越美丽 跟你脸上出油的油光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看起来也很自然 我真的是收到之后爱不释手持续的在使用 这一款90s 不管是白皙肤色健康肤色的人都可以使用的 但这款80s就更适合健康到又黑的肤色用 都没问题 ok刚刚提到要让脸变小 我们怎么能够不提到这个 蓬蓬小脸双色夹彩盘好不好 大家它已经被我用到它原本的爱心都没有了色号02 它是一个限量产品我不知道我在介绍的时候 我问大家还有没有得买 若可以的话我请你手刀冲立马结账好不好 它即将改变你的彩妆生活 ok你的泪沟即将从你的人生里面 它呢也是两个颜色的搭配 一边比较深的颜色适合做夹彩 另外一边比较浅的颜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眼下提亮啊 或者是说膨胀色 那一般呢大家都会把它用在眼下三角或者是泪沟的地方嘛 这个刷子呢老师在设计的时候是故意 让它做的稍稍有一些些硬度在里面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去沾取 然后针对肋沟按压做填补的动作 粉质的细致度颜色的厚度 我觉得对于遮盖眼下的黑眼圈去做适度的提亮啊 是完美的 而且它竟然用刷子就可以做到我觉得非常厉害 就是整理一下嘛 让它看起来更干净更漂亮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逻辑去看这盘彩妆盘 你可以用这个浅色的部分 去稍微整理一下你的眼下啊 或你想要提亮的地方 其实我今天的中心提亮跟我的眼下 也都是用它看起来超级超级自然 那有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你的肤色是中间肤色或是偏健康肤色的人 你如果再去用比较偏米白色的提亮粉的话 它反而会让你的眼下的肌肤看起来很突兀之外 更可能会把你原本遮好的那些肋沟黑眼圈 反而更加的凸显 健康肤色的人呢 其实更适合去使用带有点粉色掉在里面的提亮色 去修饰自己的轮廓 看起来呢才会更加的自然 并且呢这个颜色它是可以跟你的腮红去做过渡的 整体提亮之余看起来也更加的自然漂亮 如果说你在遮瑕完之后一直找不到一盘能够好上手 适度提亮自己脸庞的万用产品的话 它是你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这盘当初在推出的时候呢 它就是号称比较不挑肤色 大家可以无脑入 现在03号据我所知已经SO OUT了嘛 02号赶快加入购物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艾杜莎的Eye Edition Top Coat 它的品名是Top Coat 但是我都把它拿来当做底膏 或者是就直接把它当成睫毛膏去做 那这个产品呢它的梳子是有两头的 这个之前我在购物分享里面也有提到 因为真的是太好用 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等不到最爱就先爆雷了好不好 在使用上会有一点点的挑战性 但是呢因为它的高体是有点半透明的 又不含纤维 所以它不会刷出苍蝇角 再来呢它就是能够打造出那种 底部是有点微微的粗 根部是纤细自然风影的睫毛 根根分明之余呢 又能够打造出很干净的妆效 先用细细的这一头把睫毛梳开 接着再反面用这个粗粗的 把它画成一束一束的 只要你睫毛夹的翘 排列是整齐的 用它甚至有时候是不需要用到镊子 或烫睫毛器的 轻轻松松就能够画出那种K-pop Idol的 太阳花睫毛 又不会太突兀 是适合日常的版本 基本上喔 这款睫毛膏它是不下楼 不下垂的 就是日本的雨 有时候甚至下那种空气水雨 每一整天都在定妆喷雾里面定妆的 它也不会下楼 我觉得有一点surprise 但有点恐怖 卸妆会有点难卸 使用眼唇卸妆液稍微敷一下再带走 或者是说你可以先搭配那种 Kiss me 一支的直接卸 Oh Beauty也好用 难卸除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它的液体凉面 因为它很持久嘛 所以就是难卸 在卸妆的时候 请务必花点时间给自己 好好保养自己睫毛 不要硬扯好不好 不允许硬把睫毛扯掉这件事情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件外套 我觉得它超级爆炸可爱 而且穿起来也好舒服 自从购入它了之后呢 我每天都在穿它 然后悬温度也很高 这个牌子呢 叫做Sea Room Lean 品牌的概念就是想要呈现 送给一些喜欢海洋的女孩们 去做穿着 which 就是我 yes 他们的风格我个人的解读 就是在日系品牌里面 比较偏美式休闲 然后带有一点优雅 特别有个性的感觉 整体来说是非常精致的 最让我喜欢的就是 料子好舒服 其实我自己也买很多 牛仔外套 然后牛仔的单品 可是从来没有那么一件 像它那么那么的软 而且又不会太重 穿起来很像被温柔的包覆住一样 现在的季节呢就是蛮多变化的 尤其是日本 它有时候可能突然好热 晚上就差了10度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天气的变化 会让人觉得无所适从 可是只要穿一件薄薄的外套 就能够让自己身体觉得暖和不少 甚至防风 yes 日本风还是太大了 设计的版型呢 我个人也觉得非常喜欢 因为其实我的胸部 大家可以看到 巨乳です 所以我如果穿这种 有一点点 oversize的感觉 或者是垂肩的设计呢 就会看起来胸部很大 或是没精神 可是这件完全不会有 恰到好处的垂坠度 以及版型 能够让我的身形 看起来更修饰喔 而且它的拉链是YKK的 非常非常的好拉 喔 拉起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虽然说它是一件牛仔外套好了 可是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件 上衣去做搭配 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么这么的刚好 背面就没有蝴蝶姐了 超级超级可爱的 然后它还有黑色 个人觉得蓝色的 会比较适合我自己这样 这个牌子其实算是相对冷门 然后讨论度也没那么高的 不过我还是很建议大家 一定来日本有机会就去逛逛 而且他们家除了服饰之外 一些居家的单品也觉得超级好看 像是袜子啊抱枕啊等等的 我真的希望收到薪水之后再去逛一趟 我真的都好喜欢 接下来呢七八九月爱用品的 不能够不提到这个包包吧 之前What's in my bag 就有跟大家分享的GU包包 每天都在使用它又轻又能装 然后它的设计呢也很人性化 都是那种你可以单手就开的磁吸式 旁边的魔鬼毡也还蛮老的 再搭配我自己用的这个小小的低索包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欧香勒 非常的可爱很喜欢跟各位分享 然后呢前阵子不是日本天气变化多吗 就下雨什么之类的 它能够装散进去 然后本身又有点防水 好用那个不行好不好 之前的What's in my bag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这边就不跟大家多提 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看那部影片 你就知道它有多能装 聊到这个包包怎么能够不提到 我最爱的化妆包 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一买到之后 就没有离开过我 对我可爱的Guru y Hongya 我的古本屋 我爱死它了 Just in case你还没有看过 What's in my bag 那部影片 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包包它不只有高颜值 它不只可爱 它的耳朵好不好 你可以拆一拆自己用 这是不是有够可爱好不好 我现在是为了有点造型 所以我就是别的方式 其实是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的 但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当做化妆的 整理头发的发夹去做使用 摸起来很软 也能够装好多好多的东西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化妆包 你去哪里买化妆包 它也附这么可爱的夹子 没有只有Chikawa好不好 然后大家我现在已经从 理解Chikawa到成为Chikawa了 施萨娃娃要不要了解一下好不好 它也是我的本季最爱 我之前的COVID的时候 我晚上真的都是看了它的照片在哭 就想说我要去哪里才能买到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你这么的可爱好不好 它在那个漫画的原作里面呢 就是一个很勤奋相学很正面阳光的孩子 然后声音在动漫里面又是那种软软萌萌的 怎么能够不爱她 OK 皆さん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我的 Chikawa小小收藏区 然后这个就是很可爱的古本娃娃 她都陪我在睡一觉 然后这里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吊式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对于魔法少女第一代有特别的爱 背在包包上就会很骄傲的告诉大家说 我是她们的妈妈 餐厅系列超级可爱 她们就是服务生 然后Shisa她本身就是超级打工人 所以你看她笑的多么的灿烂 OMG SO CUTE 我爱是她了 我爱是Shisa了 打工妹古本也是很可爱很萌很萌 这是现在Rhyno期间限定推出来的寿司系列 这两支是我的最爱鼎泰风娃娃 她们很像鼎泰风的后场师傅 或者是你知道内场阿姨 超可爱加上本身Shisa的长相 就是比较慈祥的那一种 我觉得这一支 不管你是不是Shisa本命的人 都一定要收好不好 带着她去吃小笼包 多猛啊 一扭入魂的眼罩 Shisa眼罩 超可爱 她笑得好开心喔 七八九月的心灵归属 Chikawa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还喜欢 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诉你 记得你是最棒最美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你要爱自己 so so much ok Chikawa baby 也love you so so much 好不好 那我就下部影片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其实你都要去看一下喔 那个Chikawa的那个海岛片 oh my gosh 我要缝 我真的要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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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